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,观看视频的小伙伴可以从我的频道里看到上期内容,由于赵文卓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,在这期间,赵文卓辗转了多家媒体报社,多家电视台争相报道,将整个事件描绘成一场片场霸凌。 也因此,甄子丹被盯上耻辱住。很多网友不仅到他设媒下谩骂,甚至发起抵制运动,蔓延全国线上线下。彼时还有一个约驾网,结果甄子丹立押方舟子,顺理成章拿下最欠扁明星。 然而奇怪的是,面对赵文卓敲着锣走遍了全国,甄子丹却选择了另一个方式。 因为陈可欣让甄子丹学会人,所以事件爆发到白热化阶段,甄子丹本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,而是借用剧组、经纪人、导演等多方渠道发声。 到了他这边,就成了另一个版本。 修改剧本,他说是为了戏好,但并没有针对赵文卓做多大改动。 拒绝沟通,是赵文卓一意孤行,他想找赵文卓,对方却不乐意搭理他。 有意思的是,不管发声渠道是哪一方,发言的结尾总会强调。 甄子丹不但没有霸凌赵文卓,反而他是多次挽留赵文卓的功臣。 直到3月11日,甄子丹终于正面发声。 至此,彻底拉开了赵真大战的帷幕。 这边乡,赵文卓发文暗讽。 他在为征求我意见情况下不断修改剧本,并将我踢出剧组。 是甄子丹让剧组停工十天损失上千万,但他把责任转嫁到我头上,让我的声誉受到损害。 那边乡,甄子丹发文回应,提防小人从中作梗,暗藏杀鸡。 这边乡,甄子丹列出了赵文卓的五条罪状,控诉赵文卓诽谤侮辱名誉,并扬言要告他。 那边乡,赵文卓听说甄子丹要告,立马回应。 要告我,随便告,我有十个物业跟你耗到底。 看热闹不闲事大的网友还拱火,想让两个动作巨星打一场。 甄子丹回避,我都想同他打,不过是电影上打。 反倒是赵文卓更硬气,无所谓,在哪打都可以。 四,到了赛城后半段,两个动作巨星还玩起了人海战术,纷纷拉帮结派为自己壮士。 支持甄子丹的,有舒淇、黎明、王晶、慧英红、黄百明。 支持赵文卓的,有杨幂、徐娇、秦岚、景田。 这其中还闹了个乌龙。 赵文卓转发袁彪、袁华、梁家仁等人的博文被人查出是假号。 不知是赵文卓被骗了,还是故意充人数。 战火甚至蔓延到其他明星上,特殊身份剧组中一位叫红波的演员,因为发表支持赵文卓言论,最后被踢出剧组。 当然最惨的莫过于舒淇和冯小刚。 3月20日,舒淇支持甄子丹,发文称赞其敬业。 刚刚发布,评论区马上涌现一片黑粉。 有骂他对人不对人似的,有骂他拉帮结派的。 有些网友甚至把舒淇早年风月片的截图发布到评论区,借此侮辱他。 后来,舒淇在网报中不堪重负,一夜间删光了所有微博并宣布退出,港媒甚至拍到舒淇在路边失声痛哭的画面。 眼看舒淇遭遇无望之灾,各路明星又转移战场。 陈坤、赵紫棋、郑元畅、伊能静、曹芳、宁财神等众多明星都通过微博力挺舒淇,发文劝舒淇回来。 杜X则与王晶宣布退出微博,与舒淇共患难。 这其中,战斗力最高的莫过于冯小刚。 舒淇刚遭受网报,冯小刚就破口大骂网友。 骂你们是畜生都侮辱畜性了,被网友戏称护书宝。 结果,平晓刚越发神勇,与网友大骂101回合,双方有来有回。 最后终于体力不支,不得不开评论岩石功能必战。 等到舒淇回到微博,已经是整整一年后了。 或许是眼见无辜的舒淇被波及, 再加上许多明星在各种场合都会被记着逼问,表明立场。 赵文卓悔不当初,在三月底宣布不再回应此事。 累了,算了。 而赵真之战,也在赵文卓宣布演其息鼓后,终于进入下一个阶段。 5.赵文卓退场,谭兵上场。 此人是谁? 正是特殊身份的前身,终极解码的原项母人和导演。 4月5日,导演谭兵开发布会。 据谭兵自述,特殊身份原名叫终极解码,他是导演和编剧。 由于剧本出色,还引来成龙做监制。 但请来主演的赵文卓之后,他却以霸演做威胁。 先是抢走了属于成龙的监制位置,然后用诸多手段把几位和谭兵交好的核心成员依次提出。 直到最后,把导演也换成了货药粮,彻底成了甄子丹的项目。 除了夺走他项目之外,甄子丹还踢走了原计划中的寒庚,理由是他太帅了,怕被抢了风头,在更换剧本的情况下欺骗了赵文卓。 甚至连赵文卓被杀的司机,都是甄子丹的一手指示。 甄子丹没成想,走了个赵文卓,又来了个谭兵。 这一次,甄子丹没有半点留情,和媒体稍稍解释了成龙是没档期寒更事浪费太多钱后,二话没说直接将谭兵告上法庭。 三年后,甄子丹胜诉。 想不到这个有两大巨星引起,波及全国上百名明星的风波,唯一产出的赔偿款,竟然只有五万元。 多年后,一切归于平息,当记者问道赵文卓还会与对方合作吗? 在斗争中发足攻势的赵文卓一反常态,看缘分吧,一切随缘。 反而是屡屡强调自己蒙冤的甄子丹十分强硬,我想不会和赵文卓合作了。 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 2013年马年春晚,导演冯小刚向赵,甄二人分别发了邀请,想通过春晚这个舞台让两人握手言和。 结果赵去了,真没去。就此,赵真大战彻底拉下帷幕。 而这段擂台上的比武,终究还是没迎来真相和结局。 6.2012年,是赵文卓回到内地发展的第十一个年头。 那一年,也是甄子丹因叶问而火的第四个年头。 两个人在香港发迹,也都在最后选择北上发展,童年在内地相遇,然而势头却各有不同。 赵文卓大势已去,不得不委身在小萤幕,消耗着早年打下的知名度。 而甄子丹却因成龙、李连杰的示威,因一步夜问拔地而起。 这俩人一个向上,一个向下。 此消笔掌之间,特殊身份的出现更像是双方人生的一个焦点。 虽然赵真之战,台上并没有分出个生死胜负。 但台下,一个勇闯好莱坞,单抗香港动作片大旗,而另一个却每框欲下,甚至把导演处女作献给网大,下沉到综艺中享受恭维和赞誉。 对与错,或许我们永远也探究不出个答案。 但胜与负,却高下力判。 对于甄子丹和赵文卓,你怎么看呢? 欢迎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